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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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柳目将摇头 称根本没此处 陈子敬道 既然没有那便算了 您喝下这杯茶 托儿就正式出师 待师父喝完茶 陈子敬转身离开 嘴角挂起一抹冷笑 当晚 柳目将竟疯了似的朝河边跑 纵身跳进河里淹死了 陈子敬第一时间赶来 哭道 师父呀 我刚出师您怎么就走了呀 不少人也闻讯赶来 见陈子敬哭得撕心裂肺 不禁生出怜悯之心 心想这孩子真可怜 孤身一人往后该如何生活 送走众人 陈子敬看着死去多时的柳目将 笑道 谢谢您 为报答您的恩德 便给您留下全尸吧 自那往后 陈子敬走街窜巷 做活赚钱 不少人愿意找他干活 不到一年 陈子敬便赚得盆满钵满 家里不仅盖起豪宅 他还终日留恋一烟花之地 掩人衣服有钱人模样 众人见状 皆疑惑道 木匠也能这么有钱 直到发生一件事 众人才知道陈子敬报复的秘密 且说这日 陈子敬应邀到许富豪家做工 来到许家 他感慨道 好大的宅子 不愧是城中首富 许富豪交代一番 陈子敬记下并着手做工 半夜后 陈子敬圆满完成工作 许富豪大喜道 好 不愧是柳木匠弟子 干活就是麻利 晚上先别走 我设宴款待你一番 陈子敬笑道 恭敬不如从命 当晚 二人推杯换盏 刚喝几杯许富豪便觉得头脑发昏 倒在桌上 陈子敬迅速将人搀扶到房中 紧接地掏出小木人 放在许富豪面前摇摆 口中念念有词 随后问道 钱在哪里 许富豪目光呆滞 指了纸窗 经过紫鞋翻着 陈子敬果然找到一打银票 信满一足揣起来 临走时 他在许富豪身前点燃一根蜡烛 说道 蜡烛燃尽你便醒来 以后再不记得我是谁 直接深夜 许富豪一直呆坐桌前 这是一阵风吹开了窗户 好巧不巧吹倒蜡烛 点燃整张桌子 火又借助风势 烧遍整个许家 此时 许家人都在熟睡 根本没注意到着火 等发现已经晚了 此日清晨 陈子敬被邻居吵醒 他们议论道 哎呦真是凄惨 许家二十几口烧死了 闻听这话 陈子敬猛然坐起身子 顺后门赶去许家查看 到那儿后不禁吸了口冷气 官差正网出台尸体 场面极其惨烈 陈子敬按道 如此依赖衙门迟早怀疑到我 得赶紧跑 他二话不说 立即回家收拾戏篮跑路 过了几日 羊们才反应过来 想找陈子敬问话 发现他家已人去楼空 一时间引得全程轰动 猜测他赚钱手段有猫腻 可惜陈子敬已经逃之夭夭 想学难比登天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 苏州府无将写 陈子敬正在给一户人家干活 原来当年他逃到了这里隐姓埋名 平日低调干活赚钱 眼看要干活儿 陈子敬仍没离开的意思 只因此护主人是个容貌绝美的少女 少女走出来笑道 大叔还没干完活儿 陈子敬所问非所达到 姑娘一人租这么大房子不怕 少女道 当然不怕 再说父母还有几日便搬来了 陈子敬闻言眼前一亮 道 那这几日不如我搬来陪你 少女面色微沉道 不用了谢谢 慢走不送 陈子敬怒不可遏 只得愤恨离开 当晚 陈子敬越想越紧 怒道 小丫头 竟敢对我大呼小叫 看我不收拾你 他忽然眼珠一转 心想此时一夜黑风高 不妨潜入他家行不轨之事 等时成后 他为了名誉定会隐忍 到时候岂不认他摆布 不多时 陈子敬偷偷潜入少女家 他默黑进屋见少女一属水 凶香毕露地扑到床上 骂道 臭丫头 白天不是很凶吗 现在我叫你害羞 说吧 欲为其宽衣解带 哪只少女突然惊醒 笑道 来得正好 我还没去寻你 你竟自己来了 话一未落 一脚将其踢下窗 陈子敬拖了口血 惊恐道 你是谁 少女凑到他跟前 说道 可还记得许家人 原来 当年许夫人正怀有深月 火灾发生时 她连同太儿一起死了 孩子未出是心存不甘 故此化成厉鬼 也就是如今的少女 变成鬼后 她日夜修炼 为有朝一日帮全家报仇 直到修炼成鬼县 这才走遍无数地方寻找仇人 来到吴江县 少女见陈子敬和仇人有些相似 经过打听发现真是她 这才变了座大宅引她上沟 得知实情 陈子敬摊坐地上 气不成声道 多年过去我也十分愧疚 你就原谅我吧 少女一掌暗在她胸口 怒道 要我原谅你 除非能让我全家活过来 而后 便听见陈子敬撕心裂肺的惨叫 此日 一位老者发现陈子敬惨死在城郊一处破庙 此处正是少女变的大宅所在 她住了二十年 竟忘记这里曾有破庙 果然天道有轮回 她终究要为犯的罪付出代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